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这个美国之音跟中广新闻网 在1月1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黄耀一 在樊东林请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 今晚海峡论坛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 泛政治化 成大难容不相容 以及监委出面 灵异复案 解套还是干涉死法呢 今天晚上跟我一起讨论主持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不过博弈待会才会跟我们进行做连线 那么在我们今天演播室里面 我们请到的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事务学院的顾问 吴河一先生 吴河一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农历春节快到了 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 吉祥如意 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吴仙宁穿着非常有年洁的感觉 是 那我们就直接先进行上半场的讨论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成功大学在有一个进行校园的改建这个部分 那您在之前也听说过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了 那么在11月的时候 去年成功大学的校方委任学生的社团联合会 来举办征求广场的名称 以及这个公开的网络投票 经过师生的投票以纪念争取言论自由而自焚的 成大校有郑南荣为名的南荣广场拿下了最高票 但是成大校方却以这个名称有政治意涵为理由 否决了投票结果 这引发了各界争议 接着一位成大的教授将郑南荣比为炸弹客的说法 更引起了家属的抗议 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 为什么郑南荣到现在还依旧引发争议 而且成功大学就这样子来否决 师生投票结果的理由是否恰当呢 不过在我们今天正式的进行讨论之前 我想说刚才我们跟吴先生讨论过 其实可能很多年轻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 还有中国大陆的观众 对郑南荣这个人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先来简介一下这个人 那这个郑南荣他自己曾经说过 他说我是郑南荣 我是一个外省孩子 我主张台湾独立 那么他也写过说 他说他的父亲是在日据时代来台的福州人 母亲是基隆人 在二十八事件之后 他们是在邻居的保护之下 才在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报复浪潮当中免于受害 后来郑南荣之所以强烈主张台湾独立 并且不惜自焚以身殉道 但跟二十八事件有关 郑南荣他认为 第一 台湾要走上民主政治的话 一定要先破除国民党的统治神话 他认为台湾只有独立 才有可能真正的民主化 才能可能回归人民主权 而第二 他认为二十八事件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中国与台湾两地的经济 文化 法治 生活水平相差太远 强行合并的话 悲剧自然会发生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再度发生海峡两岸 只有台湾独立 才可以避免另外一次的二十八事件 郑南荣他在1984年创办 要求要争取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 自由时代周刊 那么1986年呢 他在带领群众在台北的龙三集会 抗议台湾戒严39年 1989年的1月 他被控告涉嫌叛乱 郑南荣说 国民党只能够抓到我的尸体 不能够抓到我的人 然后他就自求在杂志社的总编辑室里面 然后4月7号台湾的军警 真枪实弹的攻坚杂志社 而郑南荣就自焚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郑南荣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我们首先先请教一下 这个华盛顿现场的 那个乌合一先生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说 这个成功大学 我们刚刚讲那个事件里面 成功大学历史学教授王文响 他就说 他把这两个比作是伊斯兰的炸弹客 然后他说就这样恐怖分子能有样子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 法国大革命或者是说美国的独立战争 或是台湾 乃至于我们知道 这个孙中山先生起义 都有所谓这个陆浩东 我们知道有林决明 有这个抛头颅散热血的 这个黄花钢汽车烈士 那为什么郑南荣在这样的事迹底下 他反而被形容是一个炸弹客 一个恐怖分子呢 那这样的评论 你觉得是不是有失功运 这个王教授 他评论是炸弹客 是不妥当的 那么他后来当然有道歉 他主要说这个 最后的一个结局 他要自焚的话 他认为可以另外 让年轻人不要笑法了 但基本上他的发言不当 扎弹客是要毁坏人家 要伤害别人 那么郑南荣他当年的 报的报复 希望争取言论自由 当然他最后的目的是台独 假设我是推测了 假设他不自焚的话 他出身疑难 他早就比游锡坤更早 当一栏县长了 那苏贞昌也没有自焚 谢长廷也没有自焚 所以自焚是他个人一个选择 但他的理念是争取言论自由 台独当然现在 两岸的老百姓都认为 台独是个绝路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个柯建民不会说要动独了 动台独了 所以这个台独的理念呢 还是指这个将来的前途 还是很暗淡的了 因为在这个两边 这个海峡两岸这样走 所以陈大事件呢 先把郑南荣 这个过去的历史撇开 这次选举呢 我觉得有很多 不妥当的地方 第一个 这个陈大校里面 没有规定 你投票 那么必须要超过一半的人投票 投票以后 要超过一半的同意 就是公投法的精神 他现在只有971票投票同意 只占整个投票人数26% 那全部投票人 快近4000人 只占全部学校的2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但是既然投出来了 陈大又觉得 这个不妥当 所以在校务会议里面 校务会议当中有100人参加 70个人投票反对 干脆取消了 广场不要取名字了 所以这个陈大的校方面 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那么学生有点受欺骗的感觉了 但现在这个困难在哪里呢 就是说现在台湾这个 男律斗争比较激烈 那么统独的意思呢 也互相在抗争 不像当年一党专政 你弄个中正堂 没人有讲话的 但你现在弄个郑南荣的 大家觉得校园要保持中立 要表示政治中立 否则现在你看看 在慈胡 有好多蒋中正的同像 都挤在那里 为什么呢 陈局在高雄是把同像拆掉了 因为政治性太强了 我们要保持大家和解 所以不要把蒋中正的同像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 统独意思的一个缩影 还是一个转型正义 一个困难在这个地方 是 在我们跟台北那边做连线之前呢 其实刚刚您提到的部分 就是说校务会议这个部分 不过当然我们看到新闻 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报道 就是说他是说是校方委托 这个学生社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投票的 所以说可能他们有经过校方一定的授权 再去做投票 不过当然细节我们可以之后再做讨论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跟台北 这么已经连上线了 我们先跟台北的这个主持人 博弈先问好一下 博弈你好 博弈你好 以及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首先要跟在台北的观众朋友们抱歉 或者是在两岸的观众朋友们都抱歉 因为我们今天在台北呢 因为这个卫星线路的问题呢 所以今天在台北的现场 我们必须用电话连线的方式 来进行台北现场的连线 我们也会尽快的排除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跟在华府的乌和宜博士问好 那么今天在台北呢 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呢 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 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 李先宁好 大家好 那么刚刚这个要义也请教了乌和宜博士 就是关于这个成大这一次的这个改名风波 那么我们知道台湾经历了两次的这个政党的轮替 那么所以对于一些这个政治的图腾 或者符号比较敏感 那么之前在陈水扁总统的时代呢 把这个中正经典堂的大中制政改成自由广场 那个时候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那么现在同样是一个一个比较有政治性意涵 这种公共场域的这种命名也引发了争议 不知道刚刚乌和宜博士已经提出了他的看法 您也听到 那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是的 我刚刚听了乌和宜博士的这个看法 我非常同意他有非常这个精密的这个看法 那么对于这一次这个郑南荣这个事件 那么陈大的这个王文霞教授 事实上他讲说这个郑南荣是一个恐怖分子 这个事情在台湾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许多的这个年轻人没有办法谅解 这个王文霞教授做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个人也认为王文霞教授这个说法是有欠考虑 那么他身为一个历史学的这个教授 恐怕在这方面的这个说法过于尖锐 同时他也没有去考虑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 跟当时郑南荣自反的整个的情形都已经不一样了 那么同时呢 对于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定义啊 跟王文霞这样的一个说法 恐怕有相当大的这个出入 因此我认为郑南荣在台湾呢 是被许多的人视为是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斗士 那么他当时的这个自反呢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那么同时呢 也引起了许多的这个台湾人的这个关心 那么他的妻子叶居然女士 后来也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 那么担任了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 或交通部长 对台湾 郑南荣来讲 在台湾的民主跟人权自由方面 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那么同时呢 这个事情二十几年前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仍然有许多人 对郑南荣这样的一个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呢 那么为了台湾的自由跟民主 那么自反呢 到现在还有人津津乐道 同时也引起许多广泛的讨论 大部分人就我所了解 大部分人其实都对 郑南荣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是除了同情之外 也是一种 对他有一种钦佩的这种态度 因此我认为王文小这个说法 有欠考虑 同时呢 也不够公寓 好的 谢谢李华球先生 那么我们继续再把现场交给要义 看要义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继续向两位来宾来请教的 要义 是 那我们现在就再回来 华盛顿现场 我们先请教一下 沃河宜博士 就是说您刚才也都有提到说 程大的这个做法 他以这个认为说 他有一个政治意涵为考量 所以说他可能不大适合 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说 像您刚才也提到说 其实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中山楼啊 中正楼啊 光复啊 复兴 甚至你看高雄 他其实在高雄也有一个美丽岛的这个车站 对不对 所以好像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是有 有这种政治意涵 含为命名的 那他的 他的这个目的可能是希望能够纪念 或是提醒人们去记得这一段历史 那为什么在程大这个事件上面呢 他却没有办法说 以这个纪念的一个意义来作为象征 而去必须把它否决掉这样的决定呢 程大的校方刚开始 我相信他考虑不周详 假如他委托这个学联会去办提名的话 他可以说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我们程大有两万人 你提投票超过一万人 这个可以成立 那一万人中间超过一半五千人 那么都统议是第一高票的话 那我们就命名不能再反悔 那他没有做这个先救条件 当然也可以提一个条件说 现在因为统独的这个斗争这么激烈 为避免这种纷争 不像蒋经国时代 大家没有意见 那么最好不要贴有政治性的意涵的名字 他把这几个条件定好的话 学生没有话讲 结果现在两万人里面 只有靠近三千多人投票 那么970亿人赞成这个男人广场 第二名700多票 那么970只占全学校的人数的5% 那么另外95个沉默的多数 是什么意见呢 那么就没有特别主导了 所以这个情况引起他 这个校方左右为难了 那到后来他只有校务会议说 我要你提名 我并不肯定一定取你这个名字 作为这广场命名 所以在校务会里面 争斗争辩得很激烈 那么有的教授就说 郑南荣不是只是自由民主 他强调台独 现在我们不应该走台独路 不应该把台独或政治气氛带到校园 所以校方教授辩论得很激烈 就最后70票对21票 也是一个民主了 70票占百分之七十几了 那么21票反对 21票希望有男人广场 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 很不愉快的事情 我觉得校方没有考虑周翔在先 那么学生是可爱的 学生说我既然要我命名 我已经投最高票这个 那为什么不提名下去呢 所以这个学生他是很单纯的 但是这个校方考虑就是 陈大现在台湾的气氛 一提到统独 比当年蒋经过时代更激烈 所以陈大避免这个麻烦 我想校方也有他的考虑 也值得谅解了 也值得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那在我们把这个时间开放 这个call in之前 我想要对台北的李华就先 再做一个提问 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说 我们就听到政治意涵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看到是说 这个陈大说他不要 但是抖六的环球科技大学的校长 许舒翔 他的父亲是前县长许文志 他的弟弟就是前立委 国民党立委许舒博 他却反而说 他说这难容追求民主 言论自由 而且牺牲精神值得肯定 他强调教育就是多元 爱与包容 不要因为是政治人物就要排除 就算是以曼德拉 以翁山苏基 或其他政治人物来命名 他都可以思考 他认为说如果成功大学 不要南容广场这个名字 环球科技大学希望能够使用 所以我想请问李华就先 也就是说 今天在台湾也有这样不一样的声音 那甚至他自己本身也是这个 可能跟郑南容不是同一个 这个在政治的光谱上 不是同一个光谱的 那这样子他的说法 认为说政治意识形态放入项羽 里面是没有关系的 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李先生 是的 这个许舒翔这个校长 他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我自己也是 可是呢 我认为郑南容这个秘密的事情 要脱离这个党派的这一种 跳脱这个番离 我认为呢 这个事情 政治意识的这个秘密 看起来应该在台湾来讲 见仁见智 所以呢 我觉得 不管是以郑南容为名 或者是以其他的为名 只要多数认同 应该都是要来 按照了这样的一个民主的 这个机制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从这个事件看起来的话 其实呢 台湾在这个 蓝绿统獨的光谱当中 仍然有许多的不同的这个意见 同时也非常的激烈 这也是台湾 那么近二十几年来 在民主的转型 正义的过程当中 仍然还有许多 必须要改进的地方 那么从这个郑南容 这个事件看起来的话 许多年轻的学生呢 是认为以这个南容的 这个广场来命名 他们是比较赞同 可是呢 在比较老一辈的 这个老师师长来讲 百分之七十多 跟百分之二十几 这样的比例看起来 也就是说老中青 这三代对于民主自由 人权的这一种看法 是有很大的差距 同时这应该也会显现在 统獨这个光谱中间的摆荡 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我认为这个许书翔教授说他能够 如果说成了不要 他愿意把它弄到 环球科技大学来使用 我认为这个政治的这个 命名啊 这个政治意涵的这个看法 每个人有一定程度的看法 那我认为从这个事件来看起来的话 台湾在民主的浪潮的过程当中啊 在民主正义的转型正义当中 仍然还有长远的路要走 因为呢这个看起来 并不代表台湾有很多的选举 但台湾就真正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 我认为台湾的民主是 还不够成熟的一个状态 必须要走的路还很多 所以呢从这个事件 我认为挑挑之路还很远 是 好 谢李先 这也是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 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由我黄洋毅在华盛顿 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 为您共同主持 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讨论的是 泛政治化 成大难容不相容 今晚演播室现场的来宾 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 顾问吴合一先生 另外一位是在台北的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 那现在在这个 我们要开放观众以及听众的call in 如果您希望能够跟我们来宾说上话的话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1 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那么我们在线上已经有两位听众了 一个是湖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喂张先生您好 请说 您好 您听得见我说话吗 您听得见吗 那共产党人 那共产党人 那至于国民党来说的话 那些共产党人都是恐怖分子 或者像董事雷三代的时候 就是在经家共产党 这个从中央部大半集击 与国民党人员的时候 都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的话 这个平洛也不好 对 但是我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这个恐怖分子 我觉得是 这个明词 这个恐怖分子的明朗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张先生 谢谢您 我们已经听到您的意见了 感谢您 主要是说 共产党是恐怖分子 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们接下来听听看 台北的余贤 余贤 您好 你好 我有两点 第一 这个男人广场争取的是言论自由 那言论自由应该是在中国大陆 今天许志勇维权律师 被判了四年 所以真正需要 是中国大陆言论自由 但是台独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 是没有意义的 不好意思 我想请彭联谭导播 可能帮我注意一下 我听不到我们周围听众的声音 我也听不到任何其他的 其他的相关的应该有的声音 那我们就先回到现场 请乌先生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刚才张先生 他就很直接跳进来 就是说他认为说 恐怖分子就是认为共产党 当然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好像不大一样 不过可能他认为说 他的讲法比较认为是说 如果是压迫人民的那一方 其实才应该是恐怖分子 那而不是说要去争取言论自由 或争取民主的那一方 那您觉得这样的看法 您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论点稍微激烈点 但是基本上人民争取自由都是应该的 所以将来这个大陆跟台湾两海 下两岸将来继续往前走的话 大陆最重要的就是要 如何在这个政治方面 能继续能让老百姓 能够都多得到活到政治自由 上个礼拜两天前 自由之家 这个一个公正的团体 平平 就中华民国自由度是第一级 最高级 那么大陆是第七级 最低级 所以这个中间距离还有 很长的距离要努力 所以这个台湾中华民国 自己虽然刚刚李华球 我也同意他讲 在这个路上 台湾中华民国走路 还是很遥远的 但是大陆也要激起自追 这样的话 海峡两岸的政治方面的情况 才能够拉近 我还是要麻烦请我们导播 帮我注意一下 我现在我的耳机头 完全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那不管是我们来宾的 或我们现场节目 或是台北那边的来宾 所以我还是把问题 再带给吴仙好了 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 我们也谈过 就是说对中国大陆观众而言 说一句实在话 讲到自焚这两个字 到底他们会想到什么 那很容易就想到近年来 我们看到很多的藏人自焚 那他们同样是在追求 一些政治上或民主上的改革或自治 或者是他们希望透过自焚这个方式 来获得国际社会 或者是说中国政府当局的 一些的这个警惕或警觉 那所以你认为说 当然我们看到说 大家说自焚是你个人选择的手段 但是这个手段 是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才要做出来 那到底是不是 现在真的有到这种地步 或当年郑南荣真的有到 像现在藏人所面临到这么艰困的一个程度吗 你看印度的甘地 南非的曼达勒 一辈子就争取自由 为他的民族争取他 他们并没有要到自焚的程度 所以有些比较激烈的 他想用这样像越南当时越战的时候 和尚他也自焚 所以自焚并不是可取了 你还有很多路途可以走 我举甘地 举曼达勒 甚至举吕秀年 台湾的吕秀年 这些苏贞昌他们争取自由的时候 都是 有的像斯明德 他都坐牢坐了好久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能够继续努力化 我觉得自焚基本上我认为不可取 举了这么多例子 让大家了解 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 把你的理念贯彻下去滑 我觉得这是应该比较正确的道路 是 那不过我们知道说 其实像这个藏人的自焚的时候 我们看到最近有这么多的讨论 那当然有些人也是赞同 有些人不赞同 那像当时郑南荣的时候 他其实那时候是 在根据新闻报道 是这个军警有攻坚的一个情况 那可能在当时那种很紧迫的情况之下 采取这样一个极端的作为 不过我们就像您刚刚说的 其实台湾最近民主化的程度 已经相当的高了 所以在台湾的话 你认为说以后是不是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们借由民主的选举的制度呢 或许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借进 先由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行为会减少 对 你看就拿台湾 这四十五年的民主奋斗史 我们知道的也就正难入自焚 在民进党里面 还没有其他人这么做 所以这个路是对的了 大家继续努力 我想海峡两岸的老百姓 以一个坚定的态度继续走下去 我想这是好的 自焚我认为还是不可取 是 好 谢谢吴先生给我们进行的分析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 我们的这个听众的线上 台北的余先生刚才 您说的话还没让您说完 您可以请台北余先生 再发表您的意见 好的 谢谢 那个我讲两点 第一 郑南荣争取的是言论自由 我个人认为 真正需要言论自由的是中国大陆 今天许志勇为君 人士被判了四年就在今天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 郑南荣支持的是台独 我个人认为台独是一条死路 台湾今天面对的挑战 经济 军事 文化 社会 这方面都大幅的落后 做一点别的事情吧 不要在台独上再走死无踪了 谢谢 是 好 谢谢台北的余先生 那另外台北的李先生 我们听一下李先生您的意见 大家好 这个台湾长期以来 多少年来一天大晚的 就是说这个台独又是怎么怎么 台独独了以后你要怎么样呢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国际上吃得开吗 你土地有多大呢 你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吗 你是高科技的 这是怎么样呢 李先生我不好意思 我打断您一下 李先生所以我想请问您 您针对陈大这个 他说不愿以郑南荣的名字 为纪念的这样的事情 您本身有什么样的看法 都在浪费啊 你觉得是一个浪费的行为 好的 谢谢李先生您的意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接 最后一位听众是台中的姚仙 新年快乐 是 新年快乐 主要啊 郑南荣的浑身啊 这赤粉啊 好像非常壮烈 对他自己本人来说啊 好像是一种牺牲啊 完成到我 实际上啊 这个都是草新闻啊 扩大宣传影响范围啊 其实台独本身啊 他这个是一个不能回头的一个死无童 然后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年里面讲 社会需要的是少者怀之老者安之 朋友要信之 就是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 那个大学知道在明明德在清明 在此于次善 然后这个又有讲到 是 大大 今天谢谢您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您 所以针对这个 南荣光场这个事情 我们刚刚听到了几位听众的看法 那我们也最后来这个 请到在台北这边的这个 李华求先生 也就是刚才我们听众所说的几点 包括这个台北李先生 他认为说 这个南荣光场 这个草这个事情 根本是一个浪费 浪费资源 不用去弄的事情 那么台北李先生也是说 虽然他争取言论自由 但是他要求的台独是走不下去的 所以也不需要来讨论这个事情 您的看法觉得怎么样 您觉得说在转型争议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因为他所支持的理念 是可能走不下去的理念 那我们就不应该去经验他吗 李先生 是 刚刚从几位先生的这个看法来看 大部分人都认为 是南荣争取这个言论自由是对的 但是许多人在对这个台独是反对的 认为这条路是走不下去 那么从民进党提出这个台独的这个党纲 二十几年来看起来 到目前为止来讲 的确是走不下去 那么最近的柯建民也提出这个动读 可惜在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2014年的这个对中政策记要里面 并没有通过 也没有提出 那可见民进党在这个动读这方面 仍然趋于保守 那么在保守这当中 我认为呢 这条路呢 目前看起来走不下去 会不会有更好的一条出路 我想在未来的这个民进党党主席 的竞选过程当中 或者是2016的这位总统大选当中 可能会有进一步新的这个说法 也说不定 我觉得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是 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么多听众 以及这个的一个看法 然后没讨论那么多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这个 吴河宜博士 针对我们上半场讨论这个话题 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呢 好 我希望台湾民主不断地进步 假设如果冲突不断 慢慢能够很理性地 能够取得共识的话 那这个很好啊 你可以在成大 有两个广场啊 或者广场批订一半 这叫男人广场 这叫做一个国民党方面 而且成大本就有荣述 对 荣述 所以这个事情 很不幸牵扯到这样 当然将来成大得到这个教训 那个学生也知道了 你投票 希望能够多数啊 百分之五就做决定 也不妥当 是 好 那我们再请这个 在台北的李华学先生 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结论 大概三十秒钟 谢谢 是 我想呢 台独这条路走不下去 不过呢 台湾也必须要有一条 更平和 更安全 更稳定的一条路 来让人民呢 做一个选择 目前看起来的话 国民党呢 这个一中的政策 也有许多人民呢 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民进党的对中政策 去保守 但是也有必须值得 我们各界的进一步 来了解的地方 所以我想 比较朝和平方向来防长 应该是台湾 必须要来走的 一条稳健的一条道路 好的 谢谢在台北李华学先生 也谢谢我们各位观众 打电话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